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收看2023年6月第二个星期的科学新知 大家看到的画面又怪怪的,因为又是没有了台长 甚至乎我那样小弟陈博也没有了 当然节目是继续的,依然我会在这个星期搜罗了一些我都觉得挺有趣的科学新闻和大家分享 台长因为他是外游刚刚才回来,让他休息一下 如无意外,小弟和他应该在下星期都会重新同框一起去继续主持下星期的科学新知 大家就稍安无措 这也更加重要,因为自从5月底我们宣布了,我们希望节目都能够充实资源 令到之后可以做得更加多的特色 而且我们也收到听众非常有力的支持 这里也真的很感谢听众 所以我觉得既然科学新闻每个星期都有新鲜的东西 我能够在能力范围之内也会继续去看月档 在第一节又有一些很有趣的天文的消息跟大家分享 首先一宗就是关于James Webb这个网络镜有跟我们看了一些新东西 虽然发现好像是一个很小的地方看这些很小的东西 但是我会说它隐含的问题 对于我们对于生命和科幻的想象 其实也有一些的启发 而另一宗新闻 也挺有科幻的 我们就会跟一些 如何将能源采集再发射出去是有关的东西 其实也可以做到很天文 也会变成一个现实的实验 所以我仅仅这两件事 我都觉得可以霸到这一节 成为这个星期的重要的科学和天文的消息 大家的画面也看到了 其实主题就是 我们现在观察到 在土星上的其中一个月亮 月亮的名字叫Enceladus 它是一粒围绕着土星 船转得非常快完成一周的一个卫星 说的是33个小时就兜了一个圈 你可以想象到 我们的月亮围绕着我们的地球 都一个月丝兜了一个圈 但是现在说的 这个土星外面的月亮 它是33个小时就兜了一个圈 你可以想象到 就是古典燃因为土星大 另外就是它也应该是足够近 所以就能够做到一个这么快的一圈的效果 也正正因为土星的质量大 而它跟这个Enceladus 这个月亮的距离比较短的关系 它感受到那个叫潮席力 因为万有引力的引力差 而产生一种潮席力的现象 在这个土星的月亮上感受到非常大 于是乎 我们也会预期 就算是在一些木星的一些月亮上 我们也会看到 因为潮席力现象 而造成一个比较活弱的地质运动 而在20年前 一个Cassini的人造卫星 飞过了这个土星系统的时候 我们就看到 这个Enceladus的月亮 其实已经是有些东西噴出来了 而且相信是一些水的讯号 在20年后的今天 我们能够再用这个 James Webb Telescope 再拍下去的时候 虽然搜集数据的时间 只是用了4.5分钟 用4分半钟的时间 用这个James Webb 这个望远镜去拍一拍 这个Enceladus 这个土星的月亮 但是我们已经发觉一个 比起20年前发现 这么轰动的东西 是什么呢? 我们知道它有水噴了 但是这次我们看到 它的水 无论是噴的射程 和量 都比我们想象中多 首先 你可以想想 如果地球上 告诉你 有个噴泉 噴到几十米高 已经很厉害了 但是现在这个土星的这个小月亮 它噴出来的水的痕迹 我们看到它是横跨了 是复原了 有十公里那么高 当然 当然 其实量很小 只不过就是因为 它噴出来的水 就算很稀薄也好 我们James Webb 望远镜很静 它噴到很稀薄的水 我们依然可以追踪到 最远的那些可以噴到最远 它其实噴的量 就不可能在秒钟 大约两个浴缸 浴缸水 其实 很少 你想想 把两个浴缸 的水 摊到十公里那么长 你看一下中间 水分是有多稀薄 但是那么稀薄的水分 它噴出来的那个形态 那个复原 竟然可以由James Webb这个望远镜 都能够捕捉到上面水的信号 它是不是水呢 我们就可以由光谱分析 能够看得出来的 但是总之我们就出现了一个 好像一个 很强烈的小型噴窗 将这些水 可以是 一个射到这么远的射程 你可能会问 什么是它噴得那么厉害呢 我就会说 正正是因为它受到土星的万有引力引伸出来 的那个潮值力所影响 它这个土星的月亮就好像一个 不停地在擠押的三果 一样 被人擠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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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是乎一擠 有些位置就噴了些水 其实那个潮值力的现象大约 只能够粗略地地说 它就好像能够令到 这个土星的卫星 不停地 扭扭下变形 就算地球和月亮本身一样 我们的地球上面有些水 有些流体 为什么会擠来擠去 其实都是因为月亮的引力 其实反过来 我们的地球也会给了 这个月亮的潮值力 将这个月亮上面的东西擠来擠去 用这样说可能会更容易明白 在这里再给大家更多资料 我们看看另一张图表示了Ancelotus 这个土星月亮 环绕着土星大约的位置 以及它拍出来的水的讯号 以及光谱分析 现在可以预期就是 由于它一直有水噴出来 照计在这个土星月亮的 圆形轨迹上面 会留下很多的水分 这些水分究竟有百分之几多 有百分之几多是走了 甚至是回落到土星上 现在暂时预估 三成可能留在那个轨道上 七成就会走了 下一步又没有什么可以再问下去 当然会有 因为我们看到它有这么活跃的地质活动 而且上面是牵涉到水 同时我们知道表面也有很多山拉的成分 我们就会想到 这些参与有机化学反应的 这些这样的 分子 都有在的时候 会不会就是造就到一个 最后 软化 孕育到生命的条件 你可能会说 不是 生埃很毒的 生命会死的 但是对于是我们这种生命的形式 但是我会说 无论是 就是这些 雙氧水 过氧化氢 就是说这些 和这些生埃的成分 因为它在化学上那么活跃的关系 是对于整个 能够演化到生命的过程里面 是一个非常有用的作用 所以未来一步就是说我们能不能够再在 Enceladus 这个小月亮 上面找到一些比如雙氧水 分子的信号 如果我们认为 上面一些 能够去造就有生命条件 造就有生化反应的这些条件 这些 这些分子越来越齐备的时候 我们会不会有更多理由相信 就是说上面甚至乎可以 人育生命 或者有一个更加原备人育生命的条件 这个就是由这个天文发现 我们下一步就想继续涵熟的东西 当然 对于之后有什么发现 我们希望继续追踪报道 我们现在开 第二单 我也觉得 值得和大家分享的东西 跟大家说一下 其实在 我都忘记了多久之前 也不是太遥远之前 我们有提过一个 很科幻的想法 我们会不会 将来 发射到一些 派空的仪器 它可以帮我们在派空上 里面收集能量 然后将那些能量 发送回到我们的地面 去收到 这里 很多时候是太阳能 大家如果听过 例如 Fleeman Dyson提出的概念 我们在 人类文明在下一个阶段 如果想更加有效 去收集 这些太阳能收集的装置 这些太阳能收集的装置 就应该要放在这个大气层以外 于是我们就会看到 我们的地球外面 就好像包了一个环 在这里 专门帮我们 去收集这个太阳能 放在太空那里 就是因为 可以更加无阻挡 全天候地帮我们收集能量 但是第二个问题就来了 我们的太阳能 这些板 放在太空上的能量 是如何传回来的呢? 是不是要将它隔几百公里 用电线传输回来呢? 照计不是不行的 但是又不是那么好 想上去就好像 轻重一点 也都技术上 我觉得其实也不太可行 更加可行的是什么? 就是我们明明知道 电磁波 就是太阳 将它的能量 发射过来 是不需要让这条电线过来的 它们用辐射的形式 已经可以将这些能量 去摇距地传输过来 那我们可不可以做一件事 就是说 我们在太空上面 发射了上太空的太阳 收集板 它就自动帮我 用回小部分的能量 来将更加多的能量 用辐射的形式 射回地面 或者就算不是射去地面 是射去另外一个太空器件 使得其他太空器件 基本上可以继续依赖太阳林运行 行不行的呢? 原来我们正正式式去试 是真的要等到今时今日 才有第1个实验去试 在这个实验里面 它是由世界上非常顶尖研究 天文学、物理学的 加州理工大学 它这次是首次有一个 研究小组去做这个课题 这个题目是涉及太空的 但是去主管这个研究的教授 是来自这个电机工程 他们做了一个实验 就是 将一个太阳能收集的装置 它也是一个太阳能电池 收集了能量之后 就将它 成功地去瞄准 将它的能量向着一个特定的目标 就是由太空跨太空的层面 就不是说由太空到地面 太空跨太空的层面去做能量传输 令到另外一边的接收装置 收到这些能量之后 能够点亮它的LED灯 其实大家现在在这个画面上 正中间的位置 你看到那些发光的部分 其实就是想拍给大家看 它这个装置已经成功接收到 另一方发射过来的能量 LED灯就亮了 就证明 这次这个装置 就是成功了 但是当然 那么辛苦收集的能量 只是点亮一两盏LED灯 你都觉得是很不能量化 但起码我们要显示了一件事 就是我们技术上能够做到 这个精准的遥距传书 这个精准的遥距传书 实际上是怎么去做呢 原来又不是那么简单 是需要用到一些我们中学时代学过的一些物理学知识 尤其是关于波动物理学 其中提到一件事叫干涉现象 而干涉现象的时候 你也知道有些叫做constructive destructive的干涉现象 双长的干涉和双消的干涉 它的来源最重要的就是 有两个我们叫同上位的 波动的发射员 同时间去将波动发射出来 然后它们两个之间 顺利互相干涉 令到客观的效果 你就会看到一个干涉条文 有些地方更光一些 有些地方更暗一些 用另一个语言来说 其实它就等于 将整个能量传递 分布改变了 那些双消干涉的地方 暗的地方就是 那里没有能量发射 那些双长干涉的地方 就有额外的能量 更有效地发射 我们 其实透过控制着 这两个 射线源 稍微 转下不同的方向 我们基本上就可以控制到 哪个方向 是哪个位置 是会收到 双长干涉 哪个位置 收到双消干涉 从而好似 就是一个 瞄准的效果 就是我们 扭一下 将这两个的波动来源 稍微转弯 扭一下 基本上我们就可以把最高的位置 喜欢照去哪个就照去哪个 其实他就利用了这个干涉现象 来帮忙 做一个 有导向性的能量传输的效果 这次他就收集了这些太阳能 然后就将他 精准地射到一个目标物 暂时他这个演示 也不是说 由太空射到地面 因为经历过这个大气层 其实 你要测量 接收 是有额外 有困难 所以在他们 这次的第一次的试验里面 是做一个由太空传去太空的 一个这样的 临人传说 中间就 没什么 经过空气 这些东西就干净 就容易看到结果一些 但是你说有什么应用 我记得其实 以往都跟一些网友 甚至同学都说了一个问题 我们有没有能力 将一些人造卫星探测 射到很远 但是射到来太阳越来越远的时候 它能够接收到太阳能 越来越弱 我们有没有办法 在地球附近 弄一些类似这样的 能源收集和发射器 就帮忙推一把 即是说 我们在地球上 或者附近 帮忙收集了太阳能 然后将它非常精准地追回 那个我们发射出去的那件物件 令到它 原本在那个位置 不会收到太阳能 但是因为有了这个东西 就可以收多一些 行不行 甚至就是长远来说 如果我们有地面上的太阳能收集板 我们亦都可否就是说 透过去 就是 用这些这样的仪器 去加强 令到那些太阳能收集板 是比平时收多几倍的太阳能 可能就算看下天气 不是那么好 但是因为有了这个 这样的仪器 去帮我们 额外收集 再瞄准 传回给我们的时候 令到我们去地面上 收到更加多的能量 这样的仪器会不会长远来说 令到整个太阳能的发电工业 变成更加可行 这件事就要拭目以待 暂时看到 我们终于把一个 我们认为很科幻的主意 终于演示了出来 当然它并不是太有实用性 现在只能点着LED灯 但是我觉得千里之行 似于足下 这也是一个好的开始 我们在下一节 也有一个非常有趣 和太空有关的新闻 和您分享 我们这节来到这里